那在上一个视频当中 我们讲到了这个新的 ConfigUI的Flux POID的扩展 那这个扩展当然有很多的优点 比方说可以用tcache 可以用first block cache 也就是我们说的wave speed 但是呢 它也传承了POID的一些缺点 我们在上一个视频当中 也给大家有一些描述 那我们再来加强一下 大家看一下这些缺点都是什么 那这是我用这个技术 生成的一些示例图片 在上一个视频当中 都给大家有所展示 那比方说呢 那比方说我们再采用一个参考的图片 生成一个人物的时候呢 如果你使用的是PID 那你会发现在视角方面呢 我们几乎是没有太多控制的啊 那我们可以看一下 这个人物的视角现在是这样 就是面部朝向啊 就基本上朝你 那你生成的图片呢 也是这个样子 这个呢并不是个别现象 这是第二章 第三章 第四章 第五章 第六章 好 我们可以随意去看 你可以去对比 那这些东西呢 基本上呢 我们都可以非常明确的知道 一旦你使用PID技术 那么这种视角层面的问题呢 我们几乎是没有办法通过提示词去解决的 那这就是我们说它最大的缺点 那你可以通过它官方的这个例子也看一下 它这更新了一版这个工作流 那我们看一下生成的这个图片 这有两个人物 那它可以将这两个人物同时绘制到这个图像上面 但是你会发现面部的朝向 基本上呢 还是沿用了原图的这个效果啊 那所以说这个缺点呢 应该是很明显的 今天呢 我们就来看一下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 那关于这个扩展本身的安装 我在这个视频里边就不详细给大家去说了 那如果你对安装不是特别了解的话呢 可以看一下上一个视频 那下面呢 我们重点还是看一下怎么去解决 我们刚才说的视角问题 那我们来看今天生成的效果 同样这是参考图 那这个呢 是我们生成的图片 那你会发现 它其实对于人物的视角的约束性 并没有那么强 另外的话呢 你会发现生成的效果呢 要好很多 比我们之前给大家看的那种啊 其实呢 有点刻板复制的这个感觉 那这个是怎么去实现的呢 其实呢 是靠我们的input去实现的 那虽然是input 当然也是有很多讲究的啊 那下边呢 我们就看怎么去做 那这样我先创建一个空的工作流 然后我把它保存一下 那关于input去生成人物呢 我觉得这个工作流 对于大家来讲呢 并不是特别陌生 那我们在之前也给大家去讲过啊 那下边呢 我们就来看一下这个工作流 怎么去实现 那首先呢 我们还是来创建一个基础的 flux的工作流 在这个工作流里边 如果你是input的 有一些节点是不需要的 比方说我们的wise hat 比方说我们的empty latent 因为你是重绘嘛 所以latent是靠参考图片来实现的 那下边呢 我们需要上传一个参考的图片 大家看一下 这个图片 其实跟我们刚才那个图片的话 是没有任何的关系的 这是我随即来生成的一张图片 那下边呢 我们来把这个工作流给它补充完整 由于我们是input啊 所以说呢 我们的wise和height呢 必须靠这个图片来获取 那我这用一个getimagesize 来获取它的宽 同样我们这个浅空间里边的图片呢 也是靠这个图片进行 voe encode得来的 那所以说呢 我们在这用一个voe encode 我们可以把voe前提 这样我们就得到了latent 那如果是进行input的操作 其实我们有两种选择 第一种呢 我们是使用flux tools里边的fill那个模型 我建议大家在这儿的话 不要用那个模型 那个模型的效果出来的话呢 不像是复刻一个人物 更像是用相同的基因 去衍生了一个新的人物 那个效果呢也不错 但是那个最终的感觉呢 并不能叫生成一致性人物 它的一致性并没有那么强 但是它的感觉会更加自然 这个有时间我们可以给大家演示一下 那在这儿input呢 我们同样还是通过传统的input操作 这儿我们可以通过一个set latent noise mask 就是我们对某一个区域进行一个重绘 那同样我们需要把它的脸部给它取出来 那这儿呢 我们会用到一个sigma tannessing 当然用别的也行 反正我们只要把脸给它检测出来就可以 sign model加载一个就行 这儿呢我们选成prefer gpu 这个是我们的grounding模型 然后这个是我们的图片 这儿你写的时候 我建议你写成的是face和ice 然后呢我们可以得到用mask 预览一下 看一下这个输出 那这就是我们的面部的一个效果 这儿有人说我为什么要写ads 如果你要不写的话呢 可能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这个可能大家看的不是特别清楚 如果脸再大一点 就是这个站的区域再多一点 那这个就看的比较明显了 就是说它会有这个窟窿 就是我们演这个地方是黑的 所以说我建议大家还是写成face和ads 那你看现在呢这个就没有了 那同样我建议大家把它扩充一下 为什么这么讲 待会我们再说 假如说我们现在并不扩充 我们直接去做 那这就是simples和这个mask 还有latent 那下面就是采样器了 很简单 可以sampler 模型拿过来 正向提示词 反向提示词 latent 从这儿 我有decode save image 提示词在这儿其实不是特别的重要 你可以随便写一下 比方说 a beautiful face 然后detail face best quality 好简单写一下就行了 然后我们调一下参数 25不采样 然后1.0 OLA和Sample 然后这儿呢你别用1.0 你要1.0完全重汇 完全重汇的话呢 会有一些问题 对吧 那这就是我们说的imprint 如果你现在去跑这个工作流 那么你得到的当然是一个 你不希望看到的一个效果 因为它现在呢是没有任何约束 那么的完全重汇 所以说呢我们下面需要增加PUID 那我们在上面来增加PUID 核心节点 apply PUID 然后把需要的给它连上 首先是模型 我选0.91 UA clip inside face 图片 当然是这个图片 权重我暂时先这样去弄 那这样我就加了一个约束 那如果我现在去跑的话呢 当然这个结果呢肯定是比较突兀的 我们可以看一下 你会发现这个重汇呢就非常的别扭 那下边呢这些细节大家就需要去注意了啊 首先呢就是这个呢是需要去扩充的 那最好呢它是包含一个完整的图像边缘 也就是说如果你现在去踩这个脸 它是沿着这个脸的边这样下来的 那这个mask尽量是包含这个边进去的 所以说我们一般是有一个growth的过程 那这儿你可以通过growth mask把它扩充一下 那你说我扩充多少 这个我建议你稍大一点没问题啊 比方我们混成30 我们把mask给它放过来 现在有一个比较大的问题 就是我这个参考图可能选错了 我们还得上传一张参考图啊 这是重汇图嘛 我们来上传一张参考图啊 然后呢我们把这个图片啊给它换掉 就是参考这个图片进行重汇 好下边呢 我们给它再重泡一遍 大家看一下啊 现在这个就看得比较明显了 这个脸呢的确是重汇过来了 但是没法看啊 是因为呢你这个太高了 刚才我们说了1呢有点过了啊 这儿呢你可以给到0.5到0.75之间 我习惯是用0.5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 这个效果呢可能就好一点啊 但是呢在这里边 其实你注意啊 这种塑料质感可能比较强 你适当呢可以增加一个 呃老软来减少它的塑料质感 比方说呢我们来增加一下啊 小红数的老软 这个值呢你给的多少可能会影响什么 就是影响它的相似性啊 比方说我们给到0.5 我再来看一下 看一下这样呢它这个地方的高光就没有那么明显 整体的感觉呢也就会更好一些 那另外呢就是我们可以增加加速的技术 因为我们知道啊这个PYD是可以使用这个加速技术的 那所以说呢我可以用Forward orWrite 我们还是用Tcache 这个地方呢我采用乐文上的预值啊就0.4 那我们看一下速度是不是有明显的增强 大家看一下速度会明显有一个加快啊 24这个是43吗 但是这个效果本身啊 并没有什么减少的地方 对吧 我们觉得质量还是非常高的 那所以说呢合理的这个imprint的方式呢 我觉得是可以这样去做的 但是你要注意 那我们这次课的重点呢 并不再讲就是这个工作流本身 这个工作流呢 但凡你有一些基本的基础都可以搭出来 那我们可以用到PYD 用到imprint这样的技术 那其实核心的是什么呢 是这个图片 这个图片的生成呢 是非常重要的 那你有没有发现 这个人物的脸型和他呢 相对来说是比较像啊 所以说你换起来才会比较好看 那你可以想一下啊 那如果他的脸型跟这个差别会比较大的话啊 即便你强制去重绘 他肯定看起来没有那么像啊 所以说呢 关键是这个图片 他是怎么来生成的 那这个怎么去做呢 下边呢我们来看一下 那这个工作流呢 那我们叫做generate character form PYD 注意啊 他的核心当然也是一个flux的工作流 那么第一个呢 我们希望就是他的大小呢 和你给的那个参考图片 尽量是一样大小的啊 这样的话呢会更加好一点 那所以说呢 我给的那个图片的大小呢 大概是720乘1280啊 所以说呢 我把这先改掉 720乘1280 下边是提示词 这个呢 我就随便写了啊 这个我们之前给大家说过 就是一个时尚的女人 25岁 然后是一个抓拍 让她拖出她的自然性啊 然后呢 有长头发 大眼睛 然后非常精致的面容 穿着时尚的衣服 基本上就这样 然后呢 我们增加一个采样器 我们修改一下参数 25步采样 1.0 OLA Simple 那基本的工作流就是这样 我们可以先跑一遍 再看一下啊 这个呢 是典型的那个flux的一个基础的效果 对吧 那我们怎么让她看起来更像我们的参考图呢 你生成的这个图片的脸型 尽量的和它是比较像的 你怎么去保证 当然脸型像呢 只是第一个要求 剩下的还有一个要求 就是什么 就是她的这个整个的皮肤的质感要比较好 不能有特别强的塑料的质感 如果你要是有的话 你重绘的时候 那个底涂效果不好 你重绘上去 那个效果肯定也不好 所以说呢 这是两个我们需要解决的核心的问题 在这你首先不能用PYD 你要用PYD 这个视角就玩死了 它就只能是这样一个视角 那我们用什么呢 大家可以考虑用Redux Flex Tools Redux 这个我不知道 大家还记得不记得 那么我们下面看一下这个怎么去玩 那我们首先呢 还是将这个3.5出来的这个进到conditioning里边 然后这回去 这第一个style mode 这个是个死的 就是它 然后呢 Cliff Vision 这个你选的一定是谷歌的这个 这个我们在讲Flex Tools的时候 给大家详细说过 图片 当然就是它 下面就是你要参考 是参考整个 还是参考它的一部分 就是你要不要这个mask 所以说这儿呢 我们还是要用到这个遮照 遮照怎么来呢 当然我们还是通过Sigment 它anything得到的 跟上一个工作流呢 基本上是一样的 Browning Mode 这些图片 这儿呢 我们用一下Face 同样 S 当然你要不放心呢 可以preview一下 然后就是我们知道 这个值呢 如果是它越大 它的这种参考程序越小 如果想让提示词和这个参考图片都起作用的话呢 可以采用3 所以说到我们这儿先采用3来试一下 那我们直接来生成一个 来看一下啊 这个遮照是没有问题的 来看一下 那就是说这个可能对这个已经有一定的参考了 虽然不是那么强啊 那你可以呢 把这个稍微的给它变小一点 比方说你可以变成2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 你注意啊 你现在不是让它去参考这个人物 是让它整体的这个脸型结构呢 看起来比较像就可以了 这是2的时候 是吧 然后你注意啊 这儿有一个比较小的技巧啊 就是我们在拿到这个mask的时候呢 同样也是要把它growth一下的 这个我们给到20 没有具体的约定俗成的值啊 一般10 20 30都可以 我习惯给20 先看效果 大家看一下啊 那么另外的话呢 在这个地方 其实我们也可以有很多的选择 比方你可以选成 nearest 这我们选成 outcrop with mask 这样它的参考性可能更多一点啊 就是说可能更强一些 就人物的参考会更强一点 那这个值呢 如果你调到最大 调到1的话呢 这个参考性可能就会更强 那我建议的值呢 就在2或者3就可以了啊 那下边呢 我们就需要解决这个塑料质感的问题 塑料质感的话呢 我们还是加一个小红书的laura 这个呢 我同样给到0.5 太阳我就不换啊 然后我们直接来看 那就是这个的一个效果啊 那基本的工作流呢 就是这个样子啊 我们会让生成的这个图片的脸型呢 和这个会比较像 然后呢 我们可以再生成几张 大家看一下啊 大家看一下啊 不管它怎么去生成啊 你会发现 它基本的这个脸的结构呢 和这个都是很像啊 不会出现特别尖的那种脸型啊 或者说网红脸那个感觉 是吧 另外的话呢 这也是可以用加速的啊 我们可以加一个tcash 这个你可以用任何一种啊 都行 也是比较有效的 速度明显的会有加快 然后呢 我们来看一下 就是你可调的部分啊 其实主要是这儿 如果你觉得约束性太强呢 可以把这个调成area 或者是别的也行啊 我习惯调area 或者是这个 然后我们可以再看一下 就是你要觉得这个 和这个有点太像啊 你可以把这个强度调小一点 那这样的话呢 它可能就更加的倾向于这个提示词 而这个遮罩 这个部分的影响呢 就更小一点 另外的话呢 就是你如果觉得塑胶质感太强 那这个可以调小一点 比方调成3.0 它的真实感可能就会更自然一些 这个是根据实际情况来的啊 不是说一定要用怎么做 你只需要知道 调哪能达到什么样的效果 大家看一下 这个时候这个flux的那个感觉 就已经出来了 是吧 别的呢 就是这儿可以调啊 那如果觉得还强 你可以调成3 大家看一下 你不用管它长得好看不好看 然后我们测一下 就是这样做呢 它其实可以生成不同视角的人物 比方说我们来是一个 from side 就是测试角 然后我们加上profile profile也是测试角 然后side view 就是我看提示词 是不是可以起作用 大家如果记得的话 那个PYD里边 那个提示词 你去改这个视角 它是不起作用的 大家看一下啊 这个测试角是起作用的 那么这个人物呢 它其实脸型跟这个也是比较像的 那你可以把这个 copy一下啊 然后我们给它沾上 然后呢 我们重新来换一下啊 看效果 那我们可以对比一下啊 这个相似性也是很强的 对吧 看眼睛啊 下巴这些位置 包括嘴巴这个感觉 都是非常棒的 所以说呢 我们用这种方式 是可以摆脱视角的一个约束 生成的人物呢 更加的自由 好 今天呢 我们就说这么多 关注我 做一个多爱的人